老闆 像我家鵜頭 她是不是在於一些 她叫我的後 她已經14歲 她的科目關節上 有一些脫臼的問題 也因為她一路進修學習 然後去學習醜物法 可以讓她用飛機故事方式 做出來了 那我今天主題 大概就是會講到 高齡醜物的安養照顧 然後還有後面的安寧照顧跟民眾照顧的時候 我們如果失去了狗狗會造成自己的情緒跟身體反應 然後後面還會有一個公務的淋巴按 安排到我們的場所 裏作場所 然後裏作彈性 就是我們剛期間的短期照顧或是長期照顧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做的紀錄標 那這個紀錄標會有紀錄狗狗的體重 然後它的狀況 然後這個是一個時間或是4小時的時間 那那你在醫師動物上面說 如果你有上面症幾種狀況的時候 又是可以麻煩你就是去尋求專業的女生 那那你流動病的管道的時候 它時刻會觸發行李肌 它已經發現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要用手跟皮膚的錯誤接觸的話 就會去刺激它的尾巴收縮這樣子 我們可以先帶它做全身的伏摸 我們會告訴它說 我們要開始做按摩了 尾巴最終出口 先去疏通它 因為我們最後尾巴也要從這邊做循環 這個區埔 再往下 然後抹下去 因為你的狗狗可以做到腳這個地方的話 你也可以往下 然後去扶摸它的腳再下去 從這個地方 然後劃到它下面一窩這裡 然後往內扣 那如果是比較小隻的狗狗 你的圈頭太大放不進去 你一樣可以用手掌的方式這樣子 滑下去 其實我淋巴結我剛剛講 它在膝關節的後方 所以我要夾壓的時候 我會是這樣抓著它的後面的時候 我上面壓 然後放 然後下面再壓 然後再放 嗨大家好我是Kira 然後我現在在文化大學推廣部 就是開設一個寵物按摩的課程 按摩的課程裡面會有 西方的瑞典師按摩 和東方的經絡穴位的按摩 那我們在課程裡面會教大家 按摩的手法 跟在按摩的時候可以試狀況 我們不要怎麼去處置它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文化大學那邊做報名 跟我們一起學習 如何為公公做按摩 讓他們快樂的生活 有一個好的生活品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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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t 的 美